其他的元素,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,是放这些元素吧,首先是放这样一个什么呢,这一个圆圈是这样的啊,这样一个啊,这样一个图啊,这个图的话实际上是什么呢,它是这样一个风景图是吧,好,这个风景图的话那么是这个风景图吧,我们实际上已经打开它了,是不是这样的啊,这个风景图啊,好,这个风景图的话它大概是结了一个圆过来的是吧,一个圆过来的啊,结了一个多少个圆呢,这边是大概有两个羊是吧, 这边一个小羊是这样的啊,大概是这样的,是吧,好,我们来结一下这个啊,那我们来用一个圆圈吧,一个圆圈啊,这个圆圈的话呢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,用这个圆形选择工具吧,选择工具啊,然后是怎么样呢,Alt加C的键是可以,沿中心画一个圆啊,Alt加C的键,好,可以的, 好,按Shift键吧,这个应该是什么,这个应该是新选区模式下啊,这个加选模式下是达不到的啊,记得要在新选区模式下啊,新选区模式下,然后是Alt加Shift,然后这个时候拉出一个正元吧,拉出一个正元啊,好,大概是这样子了,是吧, 大概是这样子的吧,是吧,好,还稍微大了一点,是吧,大了一点的话,当然在这个选择里面什么,有个变化选区,是不是,可以把它缩小一点吧,这个时候也需要按住Shift键,可以什么,等比收放这个圆圈吧,等比收放这个圆圈啊,大概这么大的一个区域,是不是这样的啊,这么大一个区域啊, 好,这个太阳好像稍微上一点,是吧,好,大概这样一个区域吧,是吧,大概这样一个区域啊,双击一下,然后这个,是吧,大概是这样子的,是吧,看一下啊,是这样子的吧,这样子啊,好,这样子的话,Ctrl加C,是不是这样的啊,还是这样C啊,到我的这个里面来,是吧,Ctrl加V,粘贴进来,是吧, 粘贴进来了,是不是太大了,是吧,太大之后的话,怎么样,要把这个东西进行什么,缩放吧,缩放啊,缩放啊,缩放啊,同样的话,我们来做辅助线来量这个,是吧,那么它的大概是它的宽度啊,宽度的话,我可以怎么样呢,先把这个,把它制为当前程吧,是吧,按Ctrl键点它,它是不是当前程啊,好,然后的话,做一个辅助线过来,是吧,大概是这么宽吧,从这里起点,是吧,那么到这里什么呢,结束啊,到这里结束,是吧, 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那么有人说,你好像不是太精确啊,像这种装饰的图片,不用那么精确啊,它是装饰用的啊,那么稍微差一两箱,是无所谓啊,这是感觉的,就是, USS在这个放这个东西的时候,也是凭感觉,是不是这样的啊,它是装饰性的嘛,是吧,它觉得可以就行了啊,那么我没有那么精确啊,好,那么这个大概是这么宽,是不是这样的啊,这么宽的话,我们, 来量一下,是吧,用这个,那么什么呢,要写出这个值,还是得靠矩形框吧, 好,矩形框从这里拉到这里,那么大概这么宽吧,是吧, 大概这么宽啊,这么宽的话,这个宽度是什么,140吧,看到没有, 140啊,啊,285啊,错了啊, 好,宽度是285啊,宽度是285的话,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, 我也拉出一个什么呢,285的一个框,是不是可以啊,啊, 285啊, 好,这个时候如果我实在是拉不出一个285的框,怎么做呢, 那么实在还有一个技巧啊,没说啊,比如说这个矩形框, 取得这个矩形框是吧,这里是不是有个正常啊, 那么点一下,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固定大小啊, 是吧,好,我这里面写个285,是不是可以啊, 好,285啊,285, 高度先不管,高度60就可以,是吧, 好,点一下,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, 这是一个285框,然后60高的一个矩形框吧, 是吧,好,我把这个矩形框拉到这里来啊, 拉到这里来,它是不是自动贴起啊, 自动贴起啊,然后我在拖动辅助线的时候怎么样, 辅助线会自动贴起这个什么呢, 辅助线啊,贴起它,这个没用是吧, 我贴起它这边吧,是吧,好, 那么这个什么呢,这两个辅助线之间的距离是不是285啊, 好,那么如果说我把这个圆, 这个正元缩放到它的宽跟它一样宽, 那么就可以了吧,是这样子啊,好, 那么我用这个移动选择工具选择它, 然后点它,是吧, 然后把它拖动到这里来, 是不是这样子啊, 然后按Ctrl加T,是不是啊, 好,然后是按住shift的键, 是不是等比收放啊, 好,把它缩放到这个, 这个宽度是不是就可以了, 好,大概是这样子,是吧, 这样子吧,好, 双击它,是不是可以了, 双击它,好,双击,好,可以了,好, 这样完之后,然后这个缩放的, 这个好像是可以了,是吧, 大家看一下这个什么呢, 这个外面啊, 那么宽度是这么宽, 高度肯定也是什么呢, 一样的吧,高度应该是对的是吧, 因为是等比收放吧,是吧, 那么它是个正元吧, 宽度是285,高度也应该是285吧, 是吧,好,高度我们就不用管了, 应该是对的啊,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个正元,是吧, 好,来摔,摔击一下啊, 好,应该是这么大啊, 好,这么大之后, 那么接着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呢, 这个圆的外面是不是有一个圈啊, 看到没有,是吧, 有一个圈,这个圈是怎么做的, 应该是苗边做的吧, 好,苗边做的, 那么目前的话怎么样, 我们还需要做到什么呢, 做到这个, 没有什么蚂蚺线怎么苗边的吧, 没有蚂蚺线怎么苗边的, 好,我们带来这个问题啊, 现在看一下啊, 这个苗边大概多粗了,是吧, 多粗了我们可以量一下啊, 那么从这里到这里啊, 好,这个时候又把我自己坑了, 因为这个具情况永远是285吧, 好,这个人要调回去啊, 好,Ctrl 加 D, 那么的话调整什么呢, 正常吧, 好,然后的话这个拉一下, 这个大概是10吧,是吧, 10,是吧, 好,那么这个时候再做一个工作就是把, 把这个颜色是不是可以取一下啊, 好,取色怎么取呢, 刚才说了是吧, 先点它吧, 先点它, 然后吸一下, 是吧, 点一下它, 确定, 可以了吧, 是吧, 这就是前景色啊, 好, 那么的话, 再来看一下啊, 这里就有一个技巧了啊, 有一个技巧, 有什么技巧呢, 我现在要在这个圆的这一圈做一个什么, 蚂蚁线吧, 有蚂蚁线才能描边吧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怎么做蚂蚁线呢,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技巧啊, 最后一个技巧就是这个, 那么刚才说了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, 这七个东西都说了啊, 最第八点啊, 对图层创建选区, 怎么创建呢, 按住Ctrl键, 用鼠标点击图层面板中的图层的图标, 不是点图层, 是点击图层里面的图标啊, 图层面板里面的图标, 就可以创建选区, 好, 那么来看一下啊, 按住Ctrl键吧, 点它是选择这个图层吧, 点它, 点它的这个图标, 看见没有, 这个图层面板里面的这个图标吧, 好, 点一下它, 看一下它旁边是不是有一圈的蚂蚁线啊, 好, 这个时候就会描边了啊, 好, 边际, 然后是什么,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, 上面是吧, 边际里面是不是有个描边啊, 描边, 然后是什么呢, 这个颜色就是这个颜色啊, 好, 然后是石是吧, 石, 然后是居外吧, 不能居内吧, 居内的话它就往内边瞄了啊, 居外, 然后点确定, 是不是瞄了一圈啊, 这个就瞄好了啊, 好, 瞄好之后, 那么来看一下, 这个圆的话大概是摆在哪个位置呢, 摆在这个稍微靠, 靠过来一点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不是, 不是贴的这个logo吧, 这个logo这条线它稍微过来一点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过来一点啊, 过来一点大概多少呢, 大概是, 十个是吧, 十个啊, 好, 大概是十个的位置啊, 我拿一个, 好, 十是吧, 好, 贴一下, 然后的话, 坑着加低取要选择啊, 把这个什么呢, 大概的移过来一点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好, 那么大概的它是垂直的话, 还是居中的吧, 垂直是居中的啊, 如果不行的话, 大家再量一下, 然后再板一下啊, 好, 这是居中的啊, 那么这一块是不是放好了啊, 好, 放好了啊, 放好之后的话, 那么就是, 这个命名为什么呢, 这个是公路吧, 是吧, 公路啊, 好, 接着是其他的元素是吧, 其他元素的话, 那么是哪个元素呢, 就是这个商品, 或者这个车是吧, 好, 先说这个商品吧, 商品的话, 大家我们也拿到了这个商品吧, 好, 这个商品的话, 那么还有一个字典没讲, 就是关于这个商品的, 什么呢, 选择我们会选的吧, 那么商品上,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有一点点什么呢, 这个是不是杂色啊, 看见没有, 这地方是不是有点脏啊, 是吧, 我们如何把这个脏的东西把它干掉呢, 是吧, 那么的话, 这个什么呢, 还有一个技巧就是关于这个, 污点修复工具, 大家看一下啊, 污点修复工具啊, 这个工具实际上是很好用的啊, 怎么用呢, 大家看一下啊, 这个污点修复工具在哪里呢, 在这个地方啊, 这个污点修复工具吧, 看一下啊, 好, 怎么修看一下, 我选的这个啊, 把它画一下, 是不是没了, 是吧, 好, 再把它画一下, 是不是没了, 很强吧, 很强吧, 好, 这个张标我不想要, 画一下是不是也没了, 这个画一下也没了吧, 好, 是不是可以啊, 是吧, 好, 可以说怎么样呢, 我是把它选中吗, 是吧, 好, 选一下, 用模板工具先选外面的吧, 是吧, 然后再怎么样, 在选择里面, 再反选吧, 反向, 是不是选好了, 选好之后怎么样, 有个地方没选准吧, 看这一地方是没选准的啊, 这里没选准啊, 好, 没选准的话怎么样呢, 修一下吧, 修复一下啊, 比如这个地方怎么, 没选准啊, 这里是什么, 这是, 这个地方没选中是吧, 那么我再, 再加选一下是吧, 加选一下啊, 好, 比如说这个地方啊, 好, 那么的话, 如果想选的最精确点, 我们看模板里面怎么样, 把这个容差调一下啊, 假设调到, 调小一点, 调到20啊, 再点一下啊, 再点一下之后,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, 我们当前选的是这个灰色区域吧, 我们是想把灰色区域选准的, 然后再反选就是什么呢, 就排除灰色区域之外的就是什么, 这个商品吧, 是吧, 好, 这灰色区域现在什么呢, 这个地方没选是吧, 我们是要加选上去啊, 加选上去啊, 好, 那么可以用什么呢, 这个多边形选择工具, 再加选上去是吧, 加选的话是这个吧, 加到这个灰色区域里面去是吧, 好, 加, 从这里开始加, 这里, 好, 这样加是不是加上去了, 这一大块刚才加我的那个多边形那一块, 是不是加成这样一个区域啊, 就是加上去了啊, 好, 这一块也得加是吧, 这一块没选中吧是吧, 这是灰色区域吧, 这块没选中, 是不是要把这块区域加到灰色区域里面去啊, 加的话一样啊, 加, 好, 这样子, 这样子, 这样, 这样, 加, 是不是加上去了啊, 加上去了啊, 好, 加上去之后再来看一下啊, 这个, 这个这块区域还没稍微的加一点过去, 跟它怎么样呢, 弄的稍微的精确一点是吧, 好, 这块没加上去吧, 再来加上去啊, 好, 是不是加上去了啊, 加上去了啊, 好,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, 大概这样子之后怎么样呢, 再来一个什么呢, 好, 那么有些地方怎么样呢, 稍微的多了一点是吧, 比如这个地方是不是选多了一点啊,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剪掉啊, 剪掉的话, 比如这个句情况是不是可以剪啊, 好, 剪一下, 这个可以剪掉啊, 是吧, 剪啊, 好, 比如这个地方是吧, 也可以剪吧, 剪掉啊, 好, 剪掉之后又剪多了, 是吧, 再加一下, 是吧, 再加一下啊, 好, 不是就是修复这个什么来选择区域吧, 好, 这个选完之后怎么样呢, 再怎么样, 选择里面有个什么, 反向吧, 反向选择啊, 好, 反向选择啊, 好, 反向选择之后,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技巧没说了, 就是关于这个技巧就是什么呢, 这个技巧啊, 选择里面有什么呢, 好, 这个第三点没说啊, 调整边缘, 什么意思呢, 就是说我们选择这个这个什么呢, 选择这个范围是不是很硬啊, 这个边缘是吧, 我们可以把它柔化一下啊, 稍微柔化一下之后怎么样呢, 就效果好一点啊, 那么在这个选择里面有个什么呢, 调整边缘啊, 调整边缘, 然后怎么样呢, 把这个边缘语化成, 语化一个像素啊, 大家看一下这个边缘啊, 如果我写个1的话, 看一下, 这个边缘是不是有点萌啊, 是吧, 这个边缘是不是柔和一点啊, 如果说我用0的话怎么样, 这是不是比较硬啊, 是吧, 有句子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好, 我写个1, 这个边缘是不是稍微柔和一点啊, 是不是好看一点啊, 是吧, 好, 好, 这个写个1之后再点确定, 是吧, 好, 确定完之后, 然后这个时候再按Ctrl加C, 然后再次Ctrl加V, 是不是粘进来了, 好, 这个效果是不是稍微好一点, 看见没有, 边缘是不是好看一点啊, 好, 这个时候怎么样, 把它缩放一下吧, Ctrl加T, 然后缩放, 缩放的话怎么样呢, 就是缩放到这里来吧, 大概这么大, 是吧, 这个大小的话什么, 按照个人的审美, 凭感觉啊, 你的审美觉得这个角呢, 你就弄大一点啊, 你觉得大了还是小一点啊, 个人审美不一样, 是吧, 好, 这么大啊, 大概是这么大, 是吧, 大概这么大吧, 好, 大概是这么大啊, 好, 这么大的一个商品之后, 放完之后怎么样, 它是不是有一个什么, 这个背景, 有一个什么, 阴影啊, 好, 这个阴影怎么做呢, 阴影这么做啊, 阴影的话是这么做啊, 那么它里面的话, 这个是什么, 这个是个商品吧, 商品啊, 好, 商品完之后来, 大家来看一下, 这个, 它有个阴影啊, 阴影的话这么做啊, 在它商品的下面的话, 新建一个图层啊, 新建一个图层, 怎么新建呢, 这个下面这个公路这个地方, 点它, 然后点什么, 新建图层吧, 新建图层啊, 那么这个图层是不是在它的下面啊, 在下面啊, 好, 这个图层上面的话怎么样呢, 我用巨型框拉出, 用这个圆框拉出一个桃圆, 是不是可以啊, 拉出一个桃圆啊, 是不是可以拉出一个桃圆啊, 好, 那这个桃圆之后, 然后怎么样, 把这个桃圆怎么, 给它拿一个填充吧, 好, 编辑填充一个什么呢, 这里有前景色啊, 我填充一个黑色是不是可以啊, 黑色啊, 好, 确定, 是吧, 好, 然后康兽加低取消选之后, 这个是不是太黑了, 太黑了, 太黑了怎么办呢, 把这个图层怎么, 把它调一下透明度啊, 好, 这个图层, 图层一是吧,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不透明度啊, 不透明度的话, 然后啊, 这里面还有个填充啊, 好, 假如说我把这个填充调一下啊, 这里面, 这是不是就变得不透明了啊, 是吧, 变得什么, 半透明了啊, 是吧, 大概是这样子的吧, 这样子的啊, 好, 20%, 是不是可以啊, 大概是这样子的吧, 这样子的啊, 好, 这个应该稍微大一点, 是吧, 稍微大一点怎么样呢, 我Ctrl加T, 是不是可以把它编辑一下啊, 是这样子啊, 好, 好, 这个是商品做好了吧, 商品做好了之后, 我可以这个辅助线可以不要了, 把它拖过去啊, 这个也会不要了啊, 好, 那么接着是什么, 那个车子吧, 是吧, 车子啊, 好, 车子的话那么一样的, 是吧, 车子, 好, 那么的话这里再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习惯啊, 一直没有说的啊, 我们, 我们什么, 编程或者做东西, 最重要的习惯是什么, 最重要的习惯是什么, Ctrl加S, 知道没保存吧, 刚刚我做的类似, 如果突然什么停电了或当机了怎么样, 我是不是白做了, 是吧, 按一下Ctrl加S, 好, 确定一下啊, 确定, 保存一下, 再按Ctrl加S, 好, 这个习惯大家一定要养成啊, 我刚才, 我没有这个好习惯啊, Ctrl加S, 好, 那么的话接着再来看一下这个车子是吧, 这个车子的话, 那么在这个地方是吧, 那么它很好选吧, 点模棒, 点它的旁边这个地方吧, 是吧, 然后怎么样, 再选择里面什么, 白项, 选中了吧, 然后怎么样, 再来语化一下吧, 是吧, 刚才我们也说了, 是吧, 选择里面有个什么呢, 修, 调整边缘, 怎么样, 来一个像素的语化吧, 一个像素啊, 确定啊, 好, Ctrl加C, 然后在我里面里面, Ctrl加V, 站进来了吧, Ctrl加T, 好啊, 再调整一下来的大小啊, 好, 这个车子就放好了是吧, 车子放好了啊, 车子放好之后, 那么这个车子上面好像还有一个logo吧, logo啊, 这边有个logo啊, 好,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技巧没说啊, 什么技巧呢, 就是对图层进行复制啊, 什么说呢啊, 那么刚才还有一个技巧没说, 就是我们这个logo, 这个什么, 这边有个logo啊, 好, 选中这一层啊, 选中这一层啊, 那么在移动的这个logo的同时, 移动图层的同时, 按住alt键就可以复制图层啊, 按住alt键, 我移动这个图层, 是不是复制一个出来了啊, 这个技巧刚才没说啊, 按住alt键移动图层可以复制图层啊, 好, 好, 这个应该在那上面嘛, 是吧, 在那上面啊, 那么的话把这个图层移到这个车子的上面啊, 好, 哪个是这个车子啊, 这个是这个车子, 是吧, 这个是货车啊, 货车, 好, 这个的话把它移动到它的上面, 然后在怎么样呢, 调一下吧, Ctrl加T是吧, 好, 调一下, 好, 打最勾是吧, 然后再调一下它的位置是吧, 这可以啊, 是吧, 好, 双击一下啊, 好, 还小了一点是吧, 好, 大概是这样子的吧, 这样子啊, 好, 接着的话那么一样的, 我们要做一个阴影是不是这样的, 做阴影怎么样,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阴影复制一下啊, 复制一下啊, 这个阴影的话是哪个呢, 图层一吧, 是吧, 好, 这个阴影啊, 好, 嗯, 好, 然后的话选中这个阴影吧, 按住alt键的话, 移动它, 是不是可以复制它啊, 是不是复制一个过来了啊, 复制一个过来了啊, 好, 复制一个过来了之后, 然后的话, Ctrl加T是不是可以调整它的导啊, 是吧, 好, 调一下它大小吧, 好, 双击一下, 是不是可以啊, 好, 这样子啊, 好, 这个装置性的图片的话怎么样呢, 大概有什么呢, 可以这个大小什么, 可以什么呢, 就是不是太精确也行的, 个人看个人的审美吧, 好, 那么的话, 这个商品是不是过去一点比较好啊, 是吧, 稍微过去一点啊, 这个也过去一点啊, 好, 这个做完之后, 那么接着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呢, 这个文字啊, 文字和这个框啊, 好, 文字怎么做呢, 文字的话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, 这个文字吧, 是吧, 这个文字的话那么是另外一个什么呢, 另外一个这个, 呃, 就是点缩就是, 我们在页面上插入, 在这个什么图片里面插入文字的话, 是用这个是吧, 这个T吧, 这个T啊, 好, 大家看一下啊, 那么点这个T, 点这个T的这个图标怎么样呢, 在这个上面点一下啊, 点一下之后怎么样呢, 就可以输入文字的嘛, 比如说我这里输入文字啊, 比如说日夜间程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好, 假如我先输入这几个文字吧, 好, 然后打对勾啊, 打对勾, 好,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这几个字啊, 有这几个字啊, 好, 那大家记得, 我输入完之后怎么样, 我如果想再选中这个文字的话, 那么还是选这个工具啊, 选这个工具, 记得啊, 这个时候的话, 工具要变什么呢, 变成这种样子才能选字, 明白没有, 它是不是变了, 看到没有, 那么如果说你没变的时候, 再点一下怎么样, 它会又多出一个图绳出来, 看到没有, 记得啊, 这个地方经常放错的啊, 经常出错的啊, 好, 这个时候的话, 打这个叉叉啊, 取消啊, 比如说这个日夜间程这几个字啊, 我要选中它的时候, 我鼠标变成这个单个的这个什么呢, 一条, 这么一条选中文本的这个图标的话, 才能行啊, 这个时候才能选中它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选中它啊, 再记得啊, 好, 这个时候才能选中它, 然后把它选成什么, 这个上面选成颜色吧, 选成白色吧, 是吧, 选成白色啊, 好, 这样子的啊, 好, 那么的话, 这样的话怎么样呢, 是不是选中选好了啊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但是的话, 我们这个什么呢, 这个里面是什么, 竖牌了吧, 好, 那么, 那我们的工具还是选错的啊, 我刚才是想演示这个横, 横向的这个线, 这个文本选啊, 好, 那么这个图标错了之后怎么样, 我们把它删一下, 删除一下, 是吧, 点这个, 这个是不是可以删除啊, 删除啊, 好, 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, 下面有一个竖牌的文本啊, 第二个工具啊, 竖牌文本啊, 好, 点一下它, 然后的话, 点一下, 是吧, 然后什么呢, 日夜兼程是吧, 日夜兼程, 好, 然后是什么呢, 急速送达是吧, 好, 里面有个点吧, 那么就是点, 是吧, 第五个吧, 是吧, 急速送达, 好, 这个打对勾是不是可以啊, 打对勾啊, 好, 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本, 它的这个设置啊, 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来选中它啊, 选中它之后看一下, 它大概是30像素吧, 然后白色是吧, 30像素白色, 未然雅黑吧, 然后看一下它里面有没有含糕啊, 含糕的话在这里面点啊, 点这个, 看一下它的这个含糕是36.5啊, 36.5啊, 好, 那么的话我们到我这个地方来, 是吧, 打对勾啊, 好, 到我这里来, 30是吧, 好, 它的话怎么样呢, 没选中啊, 然后打这个叉叉, 是吧, 一定要选中这个文字啊, 记得啊, 好, 选中这个文字啊,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, 这个是30吧, 30啊, 然后是这个, 这个是什么, 36.5啊, 36.5啊, 是吧, 6.5, 好, 这样子吧, 好, 这个地方还有个180啊, 180刚才没写啊, 这个是, 这个应该在它没作用啊, 这个没作用啊, 主要是这个啊, 大家看一下, 这是至于智之间的间距啊, 是吧, 好, 下面这个啊, 180啊, 180, 好, 打对勾, 是不是可以啊, 打对勾啊, 好,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拿下来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拿来之后看一下这个东西, 大概是离左边有多少, 是吧, 左边有多少啊, 量一下啊, 是吧, 好,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的, 把当前的这个什么呢, 把当前涂层, 把当前涂层选到这一层, 是吧, 选到这一层之后我们怎样, 拉辅助线是否可以自动的贴起它, 自动贴起什么样子啊, 看见没有, 自动贴起啊, 好, 拉一个矩形框过来, 好, 这个的话宽度是多少, 670吧, 670啊, 好, 那么的话, 在这个地方来, 同样的, 我直接新建一个670的这个辅助线, 是不是可以啊, 好, 仕途里面有个新建辅助线啊, 垂直的670啊, 670px, 确定, 是吧, 然后把这个字拿到这里来, 是不是这样的啊, 是不是可以啊, 是吧, 应该是居中的啊, 上下水子居中的啊, 好, 这样放就行了啊, 这种镜的话不用太矫正啊, 就是大概放到位置就可以了啊, 好, 那么接下来的话, 那么这个都做好了啊, 下面的话就是做这个啊, 把这个框做出来啊, 把这个框做出来啊, 就差不多可以了啊, 那么剩下大家就再自己做一下了啊, 好, 这个框的话是怎么做的呢, 那么这个框啊, 这个框的话看一下, 那么它大概是, 它是不是有个描边啊, 是吧, 描边啊, 好, 这个框的话我们量一下啊, 大概是这个, 这个是368乘以379吧, 368乘以379, 然后有一个像素的描边啊, 好,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做呢, 那么就是, 固定大小是吧, 368乘以379啊, 379, 好, 然后的话点一下, 是吧, 就是368乘以379啊, 好, 这个是新选择模式下啊, 好, 好, 这个时候怎么样, 再新建一个图层吧, 新建一个图层啊, 然后这个图层的里面, 这个是什么, 灯录框背景吧, 灯录框的背景啊, 灯录框背景啊, 好, 灯录框背景, 然后的话, 首先是什么, 填充一个白色吧, 好, 编辑, 填充, 然后什么呢, 白色, 是吧, 这里面有白色直接选的啊, 好, 确定啊, 好, 填充一个白色, 然后怎么样, 它是不是有个描边啊, 看一下, 是吧, 这是不是有个一像素的描边啊, 是吧, 然后同样的, 来取下它的颜色吧, 点一下前景色按钮, 吸一下这个颜色是不是啊, 然后点确定啊, 好, 到我的这个图像里面来, 然后怎么样, 编辑, 描边, GY, 是吧, 一个像素是这样的啊, 好, 这个颜色就是前景色啊, 确定, 是吧, 然后Ctrl加D, 取下选择, 这个框是不是做好了啊, 框是不是做好了啊, 好, 就这样做了啊, 好, 那么大概的这个什么呢, 这个效果是不是做出来了啊, 大概效果做出来了啊, 好, 那么其他的这个什么呢, 其他的这个东西的话, 大家可以试着再做一下吧, 大家试着做一下啊, 比如说这个, 这个字大家可以输入啊, 是吧, 这所谓输入啊, 然后这几个小图片的话, 这个框是什么, 是描边吧, 填充和描边, 是吧, 这个也是填充和描边啊, 然后这几个图片的话, 是这个里面有啊, 是不是这几个图片啊, 大家把它复制进来就行了啊, 复制进来就行了, 好, 然后的话, 这个是什么, 这是一个矩形框填充吧, 填充在一个这个颜色就行了, 是吧, 好, 下面这一块的话是文字吧, 文字的话大家要什么, 用这个什么, 输入就可以了吧, 输入就可以了, 好,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, 这个灯录框的制作啊, 灯录框的制作, 那么结合了今天学的一些, 几乎所有的知识吧, 好, 好,